一份类型定义的内容 首先呢我们看后端的代码 之前啊我这里面的这些 类型定义比如说CostItem DataStructure和前端是反复 存在这种定义冗余的 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解案 在后端的src目录下 或者说后端的根目录下都可以 我们在后端的 这个根目录下吧 创建一个文件叫做 response result.d .ts文件 这是一个类型定义文件对吧 在这里面我可以 declare一个namespace 名字叫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response result 好 然后我把后端所有接口 要返回的数据类型 都定义在这个类型定义文件里面去 首先呢我找到 src目录找到controller 一个个来搞啊 首先找到logincontroller 这里面 logincontroller它会有一个叫做 islogin的路由 它返回的内容呢是一个布尔类型 所以在这块我可以定义一个 叫做 export var 或者是什么呀 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登录的话那返回的就是一个这个boolean 其实也都是布尔类型对吧 那么这块其实我就很好去写了 tap login 可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 logout 它返回类型也是布尔类型 那更简单 我们也是一样的 在这 export tap tapsdata 等于 它返回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大家看啊 它是一个boolean类型的内容 一样的 我们也给它一个叫做boolean的返回值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show data 等于 我们看一下啊 show data返回的内容就是boolean或者是什么呀 data structure了 对不对 所以这块我把course item和data structure都复制一份 粘贴到这个顶部啊 然后show data就可以写成这个data structure对吧 或者是一个boolean类型 保存一下 然后到这里我们把这块的东西就都可以删掉了 当然都会报大量的错误 我们一个个来改啊 先在后端的代码里面 我们先去改logincontroller吧 这块呢 我们往上去翻 首先有个exlogin 那它传的类型就不必要写boole类型了 写什么呢 写刚才我们定义的namespace叫做 response result 我们点什么呀 这块呢 我们说这个方法叫exlogin 所以这块它的类型叫response result 点exlogin就可以了 我们下面呢 可以继续去写啊 这块叫做 response result.login 对吧 下面都是一样的 再往下翻 那这块呢 是logout 所以我可以写 result.r logout OK没问题 然后再到cornercontroller里面 我们来写一写 找到这儿啊 这是checklogin 这块先不用变 或者我们要写一下啊 response result.r checklogin 好像这个东西我们并没有写对吧 叫get data对吧 get data OK 刚才这块看错了啊 我把它的名字看成这个checklogin了 实际上是get data 再往下 这个data structure呢 我们也换一下叫 response result.r show data 下面呢 这块也是一个response result.r show data OK 保存 行 那么我们就把接口要返回的内容 都在一个类型定义文件里给它描述清楚了 然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文件啊 backend project 里面的这个叫做response result.d.ts文件复制一份 粘贴到哪里去呢 粘贴到前端的代码里面来 我们也粘贴到前端的根本录里 OK 前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d.ts文件 那么在前端的逻辑里 我也可以去用这些类型定义了 我们看一下home.tsx里面 这块 causeitem和data structure 我就都不用了 其实代之 我去使用什么呀 叫做 response result 点 当然这块 好像response result.d.ts这个文件 并没有识别啊 我们看它的tsconfig include src 其实这块 我把这个response result 放到src目录下使一下 那再回来看 response result OK 可以用 然后这块呢 它就应该是 叫做 log ot 也可以用了 然后往下去看 它的类型呢 叫 api show data 它的类型就应该是 response result.r data structure 没问题 我们再往下翻翻 上面还有没有一些请求啊 is login 这块也不用了 叫response result.r is login 然后再用 response result.r get data 去表输一下 行 inner item 我们再看一下 这块它会报一个错误啊 我往下先翻一翻 其他的地方 应该都还好 然后我们再看看 login这块的 类型定义文件 我先把能解决的问题 先解决掉啊 这块是调用了 submit 也就是login对应的接口 就这块用 response result.r login 这样的类型 保存 保存好 下面其实就没有要改的地方了 那我回到home这块 保存一下 我们看它会报几个错误啊 首先上面 它说data structure 这块会有问题 那么怎么去改它呢 用response result 第二 data structure 然后下面就不会报错了 刚才的问题也都消失了 保存一下 我们再到我们的浏览器上啊 它再重新启动 你会发现 现在代码依然可以正常的运行 大家会想啊 现在虽然你有了一个 response result.d.ts 这样的一个类型定义文件 它不还是在你的前端代码 和后端代码里面 都各自存在了一份吗 实际上大家 其实有办法做到什么呢 当我的后端代码 这个类型定义文件 做了变化的时候 通过node 自动把这个文件 同步到你的前端工程里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如果能做一个同步 其实这个问题就被解决了 好 这块同步的东西 因为可能会比较复杂 我就不带大家去做了 但是其实这个例子 主要想给大家讲解一个 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就是说 当我们后端代码里面 用了TypeScript之后 前端代码也用了TypeScript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类型定义文件 打通前后端接口的定义规范 那后端呢 其实没有必要再给我 写这种接口文档了 它只要怎么做呢 它只要定义这样的一个 类型定义文件给到我 那我前端去写代码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的接口内容是什么 我该怎么去写了 同时呢 如果能够做到 文件之间有关联 当后端的 类型定义文件变化 前端也会跟着变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一旦后端改了接口的内容 前端就会报错 因为之前你的类型定义文件 你去使用它里面的类型 是正确的 但是一旦后端改了这个类型 改了接口的数据结构之后 那你前端 可能再去掉一些字段 TypeScript自动的 就会帮助你检测到 前端代码里的bug 所以TypeScript 在前后端约定接口的时候 还给我们带来了 这样的一个用法 这种用法呢 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 减少前后端连条的成本 同时呢 帮助我们提升 整个代码的质量 好 刚才呢 其实还有最后的一个点 就是 我的这个文件啊 其实定义的 稍微有点问题 如果你定义了一个 namespace的话 你这块没有必要 再把它explore了出去 OK 直接这么写 就可以在外面 直接的通过namespace去调用 我们试一下啊 response result 好 我们在外部去试一下 到src目录下 找到corder 这块都不报错 所以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到前端的代码里面 把刚才写错的 这块的东西啊 也做一个调整 行 那写到这呢 我们整个的项目工程 就带大家写完了 我们已经完整的 从前端后端的角度 使用了各种各样 type script 可能被用到的场景 那课程学习到这儿 我相信大家呢 已经有能力 去处理大部分 可能你会遇到的 type script的基础场景了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